4月27号 台湾苗栗外海一艘渔船突然着火 三名船员紧急跳海求生 仅用一块木板漂浮 情况十分危急 幸好一艘路过的大陆渔船及时救援 并将救起的台湾船员移交给台中海巡队 海巡队随后用广播向大陆渔民表达感谢 并祝他们丰收 渔船在海上再浮再沉 烈火将整个船体吞噬 渔船上的渔民惊险跳船逃生 只能紧紧抱着一块木板 似乎体力快投资 还好大陆渔船及时赶到进行救援 大陆渔船迅速救起落海的台湾渔民 并移交给台中海巡队 海上救援成功后 双方也挥手道别 据了解 该事件发生在4月27号 苗栗外海的一艘台湾渔船 疑似机舱主机起火 整艘船被大火包围冒出浓烟 虽然最终渔船被烧毁 但索性三名船员被大陆渔船救起 逃过这场劫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